大家好,我是喵喵 自我介绍之后要平顿,因为就是要等大家的掌声 可能大家对喵喵这两个字比较熟悉 然后有些人不知道我的本名 所以今天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名字 我是优乐坊的皇冠钻石领袖 我叫做叶仪金 大家就叫我喵喵啦 可以叫我喵喵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原本的我对金油是完全不懂的 可是后来金油它却变成我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它变成我的一份事业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首先我想问问大家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的梦幻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我发现我一问问题有些人眼神开始飘走 不敢跟我对上眼 不用紧张 那我不会请你们讲 但是呢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梦幻生活 我原本啊是一位设计师 然后我负责就是我在博物馆工作 所负责展场的平面设计 然后偶尔呢还可以出国去接洽展览 然后顺便来一个白趟旅行 那下班的时候啊如果有时间我就再接个设计案这样子 我每个月那时候将近可以有将近十万块的收入 然后而且我就住在博物馆旁边哦 所以就是一个钱多是少离家境的工作 对这是我的梦幻工作 那我非常的喜欢跳舞 所以我喜欢闲暇的时间啊 就学学舞然后参加一个比赛 所以在那时候呢 我还有得过那个肚皮舞业余组的冠军 对就是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快乐 然后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而且在那时候呢我还遇到了我的白马王子 就是人讲的又帅然后幽默风趣又非常体贴 就是我一个眼神啊他就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他今天也有来现场哦那个 诶可以举个手跟这个打个招呼吗 对不对就那一位可是诶好像皮肤比较黑 应该叫黑马王子对 然后拥有这一切的我啊就是真的很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幻生活 那很快的我也跟我的黑马王子结婚了 然后我以为啊我会从此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 但是殊不知 诶原来啊你知道那个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也会生小孩 然后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生活中的那个柴米酱醋炎的问题 我想问问各位已经结婚的举手我看一下 嗯啊有小孩的继续举着 嗯我看从你们的眼神里面我看出你们懂我在说什么 对那我相信呢在场也有些人你们可能是单身 OK所以你们可能还不会遇到孩子的问题 OK但是我相信啊在你们的心里应该也会有你们想要的那个 梦幻生活OK不知道你们已经达到了吗或者是你们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得不 所以要去选择妥协跟将就呢我的梦幻生活啊在我有了孩子之后一切开始不同了 嗯我也想问问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要给你们的孩子过怎么样子的生活 就是一个刚出生的baby然后他就要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送给一个交给一个陌生人去照顾吗 或者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必须要因为要工作而没办法照顾他吗 又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他要放手要跨出他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因为要工作而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一切吗 其实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生活所以在那时候啊我就为了孩子 然后我把那个我以为我会做一辈子的梦幻工作我就把他辞掉了 那我成为一位全职妈妈 当时呢我就想说啊我只要专心全心全意的去投入照顾我的孩子 我应该就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吧 OK但是还是没有耶因为在那时候啊我开始碰到我照顾孩子的一个黑暗期 就是因为我是新手妈妈所以小孩子生病了我就很慌张 然后我手足无措半夜的时候呢我要把我先生叫起来不要想歪哦 叫起来又要去挂急诊因为可能半夜小孩就发烧了对 然后我每个月我都在跑诊所甚至那时候我家孩子就是皮肤也是非常的敏感 然后所以我一些医生看着什么皮肤药膏啊我必须随时都带在身边 我其实很不想要这么做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办 OK还好在那时候啊我就是碰见了优乐方 真的很感谢优乐方因为优乐方他让我脱离我那段照顾孩子的黑暗期 所以刚刚那个均言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超有感的 可是我刚下面我听得好入迷哦 然后你一讲完东西啊换我了 对 那因为用万用膏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他也救了我家孩子的皮肤 所以那时候啊我真的是我家的床头 然后化妆台房间客厅我的包包 我到处都会放万用膏 那因为我我敢用在我孩子身上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怕去分享给我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开始用万用膏交朋友 就是我只要看到我身边有朋友需要我就会送他们 那想不到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啊 就是让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也开始跟我说 哎喵喵我想要跟着你一起用精油这样子 那我就因为这样的分享呢 我也收到公司给我的额外的奖金 哎想不到啊那个奖金跟我当初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的收入差不多耶 然后我超开心的因为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啊 我发现哎我的功能好像我不再只是照顾孩子 我对这个家的经济也可以有一点点贡献耶 我就很开心 可是在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经营 因为到时候我只想说我这样的生活 然后配上这样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好像就已经很棒了 对那这一件事什么 让我想要把优乐方当成我的一份事业呢 是在一场改变我思维的美国年会 你们看到哦 这是我在年会现场拍的 当场就是人山人海的 然后有来自世界各地 都非常喜爱优乐方的朋友来到这边 然后可是我发现啊 他们这些人他们跟我想的单纯分享 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好快乐哦 他们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我很好奇 所以在年会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寻找让他们快乐的原因 因此我跟很多的人交谈 非常非常多的人交谈 包含我们香港的民众们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也都是妈妈 然后也都是这样子就是做着分享 可是呢 我原本想说他们应该就跟我一样 就是一趟免费的那个美国之旅 不来白不来 我还没有讲说我怎么会去美国年会 就是有一天那个公司就跟我说 没有没有 你就是一直在分享啊 有邀请朋友就是成为会员嘛 然后就有达标什么 所以我可以去一趟免费的那个美国之旅 然后我就想说 哎好像不错哎 来一趟免费的美国旅游 挺棒的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我原本想说 他们应该就是跟我一样哎 免费的不来白不来这样子 后来发现啊 他们来这边是有带着使命 而且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哦 他们是带着一群人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非常好奇啊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 让他们可以带一群人一起来到这里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当他们分享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究竟他们可以有多少的收入 那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知道那个 我们国人平均月收入是多少吗 三万 三万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三万五 三万五再高一点 四万 四万 对重 四万多耶 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惊讶 对 但是这个是去年的那个公布的一个数字 OK 平均数字一个月是四万 那你们知道吗 这些那个他们哪 光一天的收入就已经高过这个数字了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平均一般人 我们要工作三十年 我才有办法赚到的 他们一个月就可以 这代表什么 我买东西可以不用看价钱 我不只可以包色 我可以说老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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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其他都把我包起来 对 甚至我可能一两年我就可以存一间房 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一直认为我如果要有这样子的获益 我起码必须要开公司当老板 而且我的公司还必须营运的很好 我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获益 可是在优乐坊 他们只是因为喜欢分享 再加上经营 怎么可以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啊 那当时我就又想啊 我跟他们一样 我也是妈妈啊 他们可以 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行哦 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搞不好都可以耶 所以在经过这一次的启发之后 我回来之后我就做了一些改变 我开始去了解公司的制度 然后去了解公司的一些奖励规则 以及如何去建立团队 那我就发现 我一开始当初我放弃的那个 梦幻生活 在优乐坊 我搞不好有机会 可以开启我的第二段 梦幻旅程 对 在经营任何一份事业的时候 其实都需要成本嘛 虽然说 有的人会想说啊 我想要开一家店啊 或者是我要经营电商 我想要有一份副业 来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 OK 那虽然优乐坊公司就是 产品非常的好 然后制度很完善 又可以让我有一份收入 但是梦幻归梦幻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撇除这些都不谈 我光光从投资的角度去看优乐坊 那究竟我要投入的成本有多少 我发现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投入的并不多 因为我当初啊 我就只是买了一组精油组 我就这样开始了 你们知道现在 亚太版的精油组一组多少钱吗 6150 大家大部分都是会员 对不对 我只要拥有6150的精油组 我就可以选择成为一位使用者 就是我也不用缴免费 我也不用缴会费 我喜欢就买 如果我不需要 也没有人会强迫我们 可是呢 如果你愿意去选择成为一位分享者 只要你身边有一位朋友 开始愿意跟着我们使用优乐坊 公司就会开始给我奖金了 等于我的投资成本 只要6150 这个很低 如果说你是愿意 我想要再更进一步经营 去获取更完整的奖金 其实我们每个人大概延迟需要 每个月大概2000到4000块 买你需要的产品 OK一个月2000到4000等于 一年也不到5万块 这个投资成本真的很低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吃亏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们买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都会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或者是用在我们家人的身上 OK你们知道吗 那个我有个朋友 他是开美容SPA管的 他光一个月的管销成本就要7万块 应该有些人知道我在讲谁 台南的李小姐 他今天要来 他现在也是优乐坊的爱用者分享者经营得很好 他一个月7万块 我在优乐坊一年我都花不完 他一个月就花掉了 而且他跟我说他的7万块 是花出去就没有了 那还有个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开饮料店跟那个火锅店的老板娘 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在说谁 当初他跟我分享说他光一个月的电租 然后跟管销成本要50万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哦好可怕哦 50万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大概每个月我都要烧掉一台国产车的概念 这个压力好大哦 但是我想想哇在优乐坊我可以一边照顾孩子 然后又一边用这么好的产品 然后又一面经营一份这么棒的事业 而且他的投资门槛又这么低 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可以哦 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真的很感谢优乐坊让我多了一个选择 他让我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不用再去过那个妥协的生活 那我的人生啊有几个目标 就是我想要拥有财富自由 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想要 对不对想要的举手 对啊应该没有人不想要吧对 然后我想要拥有美好的关系 就是包含夫妻的亲子的朋友的关系 我想要有健康的身体 不要那个有钱没命花 那我想要有平静的内在已经有能力 成为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那在优乐坊啊我正走在这样子的道路上 我也真正成为那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 怎么说呢 其实优乐坊这家公司啊 他除了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 让我们可以去选择过上我们想要的梦幻生活之外 他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 然后也是让我很感动的部分 就是优乐坊基金会 在那个 今天的那个分享会的最一开始 我们的 那个猫教官 他有 分享到这部 他刚从后面走过来 我的辣 辣妈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 就是当我们在使用优乐坊的产品的时候 公司都会帮我们提拨一定比例的金额到 优乐坊基金会里面去 去帮助这个社会上 世界上就是一些比较贫困地区 或者是他是被家暴或受虐的妇女 让他们接受教育 然后拥有一技之长 我们不用额外花钱 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如果我们有能力 我们可以选择捐款 你们看到画面中右下角这个小女孩 他今年七岁 他是我在优乐坊基金会领养的小女孩 我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 我只是把公司每个月给我的奖金里面的 一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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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捐出去 我就可以资助这个小女孩 他在优乐坊学院 有获得一个很良好的教育 那我很开心 我有能力这么做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会想要做一些公益或做善事 但是我可能因为我的收入的关系 我必须要先考量很多 小孩至少学费要都付了 吃饱了 我才用余的钱可以去做这些 但是在优乐坊 我可以很开心很大方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甚至在台湾 我也亲身去参与了台湾优乐坊公司 办的一些公益文化活动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去协助 天乡学子公益元凤协会 他们去进行异拍 就是我们去帮助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帮他们拍毕业照 让他们在毕业的时候 也都可以留下一个很美丽的回忆 另外啊我不知道你们 想不晓得就是每次当我们在参加公司的活动 分享会的时候不是会收门票吗 那个门票收益 其实公司都会帮我们捐给当地的公益团体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 来参加今天这一场分享会的你们 因为我们都在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的这一条路上 我们都贡献了一份心理 在最一开始啊我有跟大家介绍说 我是优乐方的皇冠钻石 钻石这两个字在优乐方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它代表的是我们可以有一份很好的收入 我们可以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 它代表的是我们成为那个有能力去选择 帮助别人的人 很开心在优乐方 我找到了我第二段的梦幻生活 所谓的人生啊不就是应该像钻石般璀璨吗 如果说我之前第一段的那个梦幻生活 是像水晶仪一般的梦幻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梦幻生活就是像钻石般闪亮 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你们想要的那个梦幻生活的想法是什么 听完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们在你们的心中啊有一个小梦想 那在这个梦想的开始啊 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先把我们的身体顾好 对我们身体很健康真的很重要 那听到前面几位伙伴的分享 我想大家一定也知道在优乐方我们一定都可以找到那一个让我们身体变健康的工具 对不对 可能是万用膏 可能是薄荷 OK 那当我们的身体变好了 当你们的身体变健康了 你们是不是也愿意像我一样 踏出你们的旅程 去寻找属于你们的钻石般的梦幻生活呢 如果是在五年前啊 其实我还不会跟大家讲这些 因为在那时候啊 我只是看到优乐方的那些领袖们 他们过着很快乐的生活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渴望过那样子的生活 但是呢 如今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我让我自己验证这一切 我现在也成为一位皇冠钻石 然后我也去亲眼见证了当初那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奖金数字 所以在这里我想要鼓励大家 我觉得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行不行 很多人觉得我可以吗 我行吗 从来就没有所有我们的行不行 只有我们要不要 对 只有我们要不要 因此 如果你们已经是优乐方的会员 举手看一下 嗯 谢谢你们 请千万不要令习去跟你身边的朋友 分享优乐方的美好 对 那如果你还不是优乐方的会员呢 请转过头去看看今天邀请你来参加这一场分享会的贵人 你的那位朋友 告诉他 嘿 帮我来一组吧 对 让我们一起拥有属于我们像钻石般闪亮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拥有我们的梦幻生活 我是优乐方的皇冠钻石领袖喵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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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